现在习近平的角色已经提升到比较大 所以他这次峰会的时候给川普有一些秘诀 进行北美会谈 同时能解决朝核问题的话 这算是个畏畏旧照 就是说他帮助美国的这种方式 也可以解决朝鲜的问题的 但是美国保守派的想法 他可能也不完全需要中国的方法要解朝鲜问题 因为主导前的问题 主导前他失去了 有朝鲜的这个半岛的很多集市 也是这个几个国家呢 就是可以进行大力赛的 所以纽约时报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这个国际政治啊 这个每个国家的一个心理想法 不是完全我们那么分析的 那么客观那么理性的 国际政治完全理性的话 就早就互相就直接一个冷静和平解决一些问题 正在言之下 谢谢 谢谢